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万芳高中校刊社第39届 这一页就是我们万芳青年的非业部分 在这边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宗旨与简介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校刊的成员们 攜手分工 以多方面的角度来讨论各方面的议题 并制作出不同的报道 让我们的读者能够获得全面性的知识跟资讯 报导我们校园中的大小事 可以让阅听人在阅读的时候更了解万芳高中 除了扩展视野跟补充知识之外 也希望读者能够因为校刊而有所收获 或者是博得他们的会心一笑 这便是制作校刊的最大回报 也是我们校刊存在的最大价值 将现在美好的一切停留 在未来也能加以回味 是我们第39期万芳青年的创作理念 在就读这所学校之后 我们发现万芳高中的人文风情 被身后温暖的人情味深深地渲染 所以我们希望能利用文字与图片 将这些美好永久的记录与保存下来 内容包括了校园的各式议题 特色社团 老师跟杰出校友的访问 还有万芳这一带让人垂涎三尺的美食餐厅 就像是拍照的感觉一样 把这些高中的记忆跟人文风情 封存与刻画在这本校刊当中 以下是我们的校刊社成员 我就是社长 那我主要的工作是负责跟文编 来订定我们的内文架构 还有协调所有干部之间的工作 当作是校方跟厂商之间的合作桥梁 负责填写功夫时数卡 以下是副社 它是记录每一次到场的同学点名 还有跟我一起完成学校的社团评鉴本 再来是文编 它就是校刊社很重要的一大工程 也是跟我一起订定内文架构 教稿 还有挑出语并跟错字 再来是美编 就是负责来提出吸引的美编想法 再来是总务就是管理所有的费用跟其他事宜 公关负责经营我们粉砖的一位很重要的干部 副文编跟文编的工作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边就先简单带过 好 这边是我们校刊目录 我们这一次的校刊主要都是在报导校内的各个大小事 就主要分为校内议题特色社团 学校校规的一些研究跟老师采访 还有老师爱情故事 结束校友的专访以及美食专栏 校内议题我们主要分为四个单元 一个是便服再来是电子烟 学长节制还有热食部的部分 那我们的所有的排版呢 都是依照社群软体的样式来进行美编的部分 那像在校内议题我们就是使用IG上大家很常使用的匿名程式 再来是特色社团的部分 我们是使用Twitter的样式 主要有医学研究社 还有健康促进研究社 创造音乐社的部分 再来学校校规学生违规之研究 我们是采用微博的样式 我们主要是去采访教官以及老师 对于学生 学生违规的一些行为 他们的看法跟经验谈 再来是来到我们这一次校刊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校内老师访谈 我们去访问了总共12位老师 他们的教学生涯 还有一些对于学生的看法之类的想法 让学生们能够在上课的同时 也可以进一步地更认识我们的老师 再来是老师的爱情故事 我们是采用第一卡尔匿名模式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听这些爱情的八卦故事 所以我们就去采访了几位老师 他们这些深情动人的故事 让我们看了感觉非常的温暖与感动 再来杰出校友专访的部分 我们是访问到了外放高中毕业的校友寻人启士 我们了解到了他们的乐团简介 然后还有他们为什么在音乐这条道路上 拼搏的一些事迹 再来是美食专栏的部分 我们采访了总共六位店家他们的创店理念 还有一些他们的特色部分 然后介绍给大家 让外放的学生可以更了解 学校周遭有什么样的美食 是他们下课之后可以去好好品尝的 最后是文学奖的部分 揭露了所有半方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在这边呈现给大家 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文学体验 最后是我们的福利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粉砖 但是还没有结束 等我一下 我们回到封面的部分 我们这次设计的封面有一个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特色 就是我们的这个是可以替换掉 它其实是一个明信片 它可以插入在这个里面 那总共有五张 就是大家想要换哪一张都可以这样子 对 然后这就是我觉得我们校刊 这一次制作最好的一个特色部分 谢谢大家